事實上過去幾年 我們客廠的發展 這個系統是非常非常好 我們這個風投基金 2018年迎新到178個億 但是到了2019年 下降到99個億 原因很簡單 就是隨便動盪不安 投機也不可能 有一個怎樣的環境 才來投機 這個不行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用 我們香港國安立法 把這個社會維護平靜 實際上對我們香港 整體的民生 經濟 客廠的發展 是非常非常重要 香港各界人士表示 香港國安立法 是幫助香港走出困境 變亂為制的轉機 是人心所向 從我自己的理解 肯定一方面是 維護國家的主權 安全 同時也是香港經濟社會 的迫切需要 更加是我們香港市民 安居落葉 保障生命財產的最好的保障 所以對於國安立法 或是從普通市民也好 從一個商人也好 都是立場鮮明 不為餘力的支持 在香港對於國安法的立法 很多香港市民其實都是歡迎的 尤其是商界的朋友 這個國安法我相信是有 定海神針的作用 令到我們香港是可以從真出發的 我本人是全力支持國家在香港立國安法 我知道尤其是看到去年年底到今年 我們有那麼多的年輕人 在因為不懂而做出那麼多錯誤的行為 我是感覺到這個是非常必切需要的 因為我作為一個教育界的一個人 顯得我也會為我們學校孩子們 更加加強他們對這一方面的認識 我好麻煩